各位各位晚安 今天提早來做控把控控 晚上的這種 陣營訓練 我把我的第二件 在Fort Benning的PT T恤穿出來 這件比較磨損 因為他是操得最兇的那一件 那老美做的衣服你只要不要亂玩 他基本上保存得還不錯 這是1991年我 做體能就是超到 之後當然沒穿放了很一陣子啦 現在還好好的 有一點點 可以看出來歲月的痕跡 但老美的東西確實不錯 好 那我們就來看 今天熱騰騰出爐的 Charlie Mike 好 的 所謂的陣營訓練我會搭配控把控控 好 先看看我原來怎麼唸 全部都有 他可能有版權的問題 所以我就用我的 原來的那本書照片照一照 我們用照片 來做導讀 好 我們回憶一下 我們應該到了第八頁 好 就是我回顧一下之前 我回憶一下之前之下 後來有一個人沒跳過傘 他就很 生氣 就把那個去領兵的那個 然後 他就在那邊 然後 他就在那邊 然後 他就在那邊 到這邊 我們看一下 我先把聯誼的地方飆出來 到這邊 worked out 到這邊 looked over This is trade a lot of 你看它一連音的話寫法就會變 它原來是 lot of 它的連音變了 trade a lot of 這樣子 Get them Straught Position 這邊可以連也可以不連 Front of這邊要連 Anybody else select? Else select?Else select? Yale them Yale them Yale them Hands on Keep them Keep them Fifth Infantry Fifth Infantry Fifth Infantry Looten up Looten up Looten up Lootens Fifth Infantry 我們剛剛只到這邊 這邊而已 所以先不要往下講 我們來先看一下 我用慢版先念一遍 同學體會一下 Dub nonchalantly walked out Loped over The private And read as name tape Top Lucis Petarovski The clerk Typist From Aidem's Replacement We had to trade a lot of shit And pull streams To get them Remember? Charles stared at the private But the lag Damn I didn't know he was gonna be a straight ass lag Dub rolled his eyes at the young private Then tap us on Motioning him to follow inside Charles resumed his position in front of the other three men And bellowed Anybody else lag? 好到這邊 好慢版 我們先念到這邊 後面看時間 我們再往後一段一段來 好用快版最常版念一下 Dub nonchalantly walked out Loped over the private And read as name tape Top Lucis Petarovski The clerk typed us from Aidem's replacement We had to trade a lot of shit And pull streams To get them Remember? Charles stared at the private But the lag Damn I didn't know he was gonna be a straight ass lag Dub rolled his eyes at the young private Then tap us on Motioning him to follow inside Charles resumed his position in front of the other three men And bellowed Anybody else lag? 好這樣子 那我之前有解釋過了 就是說 這個領兵的參與文書 那個Dub 領完兵 可是他沒有跟那個三等長講說 我們有一個戴眼鏡 看起來弱不驚風的 沒受過陝訊的 那個不要修理他 因為他是我們要的文書 文書兵 我們好不容易費了各種功夫 因為每個單位都想要這種兵 幫忙做文書作業 我們好不容易換了好多東西 背後死了好多粒 明的也來 暗的也來 好不容易把這個人弄來了 你不要把他趕走 又把他送回去又完了 但他忘記跟那個TOP 跟那個三等長講 三等長很生意把他交回來 你怎麼搞一個廢物過來 這樣子 他趕快跟他解釋這樣 好 那我這個之前已經有解釋過了 我們看一下 同學好像有特別提問 這同學蠻不錯的 他提問了一個問題 好他有講到第八頁第六行 那個one lag應該是a lag 原因是軍隊上的比話太早 所以是菜鳥 他這個解釋我應該有他的來源 但我相信這個來源應該不是完全正確 所以我就 我就 我就答覆他了一個均語的解釋 這個可以網路上查得到 Lag是 美軍來講是 non airborne qualified soldiers 這個 soldiers 是泛指一般的軍事官 可以 可以直接叫 soldiers 那 這個怎麼來 因為我在美國 我在Fort Benning 基本上我們那個裡面也有lag 因為我們那個組成 不是所有人都受過散訓 我們那個組成受訓的有 我記得光我的牌裡面 就有 綠扁帽 美國 美國特種部隊綠扁帽的來 有Ranger 也來 有巴士空降師 有101的空中突擊師 有第十三地師 各種部隊 包含了甚至還有 甚至還有後備部隊的 National Guard 也有 Reserve 都有 這樣子 那我們裡面也有 沒掛閃揮的很少 那個就叫lag 不過你看訓練我們的人 全部都是這種部隊的士官 跟那個 士官或是軍官 全部都是受過突擊訓 閃訓的 不可能沒有閃揮的 不可能來當那個訓練軍師官 沒掛了紙 或是做辦公桌的士官 他是專門做文書作業的 他不會去訓練你 因為他本身自己就不是Qualify 他不會去訓練你 他就幫你做 幫忙在那個聯部裡面 做行政業務的 那個就是lag 這樣子 所以一般來講那個lag 在你對空降部隊 或者是特種部隊的人來講 就是沒有受過閃訓的 叫lag 為什麼叫lag 因為閃揮是有翅膀跟天使一樣 他是在天上飛的 他雖然有腳 他不會用腳 他是用翅膀 可是一旦你那個翅膀沒有了 掉到地上來 你就飛得用走的 那叫lag 所以為什麼閃揮是翅膀 會有一對翅膀在那個地方 那 那個空降部隊 那個為什麼叫wing 為什麼叫parachute wing 那個wing是翅膀 這樣子 那我記得老美的閃揮 我印象中好像 各國的閃揮的設計不一樣 我印象中好像 好像老美的閃揮是一個這樣捲起來的那個翅膀 跟那個 跟那個天使 大天使 他的翅膀收起來 那個樣子 他不是這樣張 他是收起來 所以他是這樣捲在這個後面 那是美國的閃揮 我們的閃揮好像是這樣子 好像是要飛的那個狀態 這樣張開的 老美的閃揮我印象中好像是這樣捲起來的 意思就是說 對於有翅膀的天使來講 不要用腳走路的 他翅膀就算收起來 也是不飛的時候 他不會用腳去走路行軍 這樣子 所以如果叫你lag就是你沒翅膀 你不能飛 你只能用腳走 那叫lag 我認為來源可能是這樣子 那你就知道說天使跟人之間的差距 就是特種部隊有收過閃訓的 跟一般部隊的那個差距就是天使跟人 那個差距 所以他們會去用比較 好像是高高在上的那個態度 自然而然顯露出來不能怪這些人 一般部隊也會接受 老美的一般部隊知道說特種部隊就是特種部隊 他跟我們不一樣 所以為什麼那麼多人天的老命要加入特種部隊 就是我接受完淬煉 我就會晉升到天使的那個等級 這樣子 所以那個士官長才會講說 你們不要去欺負霸凌那個一般部隊 因為他看不起那個一般部隊 但說實話一般部隊不會去惹特種部隊 除非他標命 這樣子 那後面我這個解釋 我可以找給大家看 我把它點進去 好 這是一個 Glossary Military Slam 軍中的鱗語 它不是正式的軍語 但是基本上 美軍的部隊講這種軍方的鱗語 要遠多於正式的軍用術語 正式的軍用術語僅限於下口令 正式的命令 正式下達口令 正式寫的文字的書寫的紙本的命令 才會用到正式的軍用的術語 那個叫turn military turn 這個是military slang 但是大家私底下這樣講 使用上反而多 好我們來看一下 那個lag 它是按照字母排列 好看到lag 在這邊 好在這邊 Non-Airborne Qualified Soldiers 是主要的講法 Also lag要大寫 就是它是acronym 三個字的縮寫 Low Energy Grant Grant是步兵啊 就是說沒有戰力的 那個在地面走的步兵 Or Low Elevation Ground Soldiers Grant Soldiers Grant Soldiers是步兵啊 地面部隊 Low Elevation是高度很低 低海拔的 低尾度的那種 可以知道說 翅膀就是天使嘛 在地上的就是凡人嘛 所以特種部隊有跳過傘 那個是有翅膀的 那個是天使 他受的待遇跟 在一般部隊裡面 人家去看他 那是完全不一樣 才會有人拼老蜜 冒了生命危險 到特種部隊去嘛 他可以享受天使的尊容 用腳走的是lag 誰也不願意被人家叫lag 你要當兵就當 有翅膀的兵嘛 這樣子 那是美軍 我們比較沒有這種傳統 我們學美軍 學半套也學不像 好那是我的說文解釋 同學給你當個參考 然後他又問了說 後面有講這些 什麼兩條腿 三條腿 他可能會錯意了 那大師贊成 我不是大師啊 那個special forces 裡面有女性加入嗎 其實美軍特種部隊應該 我印象中應該也有了 我離開很久 我沒有仔細去查 我那個年代是沒有了 那女性加入的話 其實 老美一直不願意把 女性 放到前線的第一線 作戰部隊裡面去 所以第一次不安在這裡面 女性加入多半都是 後勤後輩 第二線的部隊 他不會到第一線去加入 我不知道現在解禁沒有 那你說以女性的條件 要能夠通過這些訓練 我覺得是蠻難的啦 因為先天上有一些 哦 那個怎麼講 心天上就是不一樣 女性的耐力很不錯 也許他有一些特質 可是你那個東西就是扛不動嘛 那麼重的東西 你就是扛不動 那沒辦法嘛 你就是沒辦法 那個肌肉的強度 跟那個體力上 或是瞬間的爆發力 就沒那麼強 那就沒辦法 這樣子 所以他有一些先天上的缺失 所以要到第一線的 呃 作戰部隊可能 老美可能已經訓練的出來 因為 美國的文化是男女 平等 沒有說什麼女孩子 跟我們國內一樣 女孩子拿了太多東西 男的要去幫去拿的 沒有 大家都一模一樣 你也不要幫誰拿東西 大家都舉得起來 但是如果真的超過他的重量的話 他才會 叫人家幫忙 所以老美的那個股價很大 那種 女的 他在國內可能力氣比男的都還大 哈哈 有可能 所以美國的女兵 有 有女兵專門是女性 士官兵的部隊 全女兵的 那個戰力在國內可能可以打贏 我們全部男的 也絕對沒問題 他們受訓是沒有在跟你客氣的 我看 我們有時候受訓 不小心 在一座山裡面 叢林裡面 訓練跟訓練的兵 有時候 迷路會撞到一起 這樣子 我有時候 那個 Land Navigation 跟另外一組 部隊 迷路了還是怎麼樣 在裡面碰到 不知道哪個單位的 這樣子 然後 然後 然後我一看他不是我們部隊的 不是我那個單位 一個女的 女兵 他也在訓練 不知道訓練什麼東西 然後我就問他說 這父親你有沒有看到其他的路 他就跟我比一個這個 意思是說 我們規定不能講話 所以我不能跟你講話 你看多嚴格 不管有沒有人看到他不跟你講話 規定不准講話 因為現在在受訓 你講話就違規了 所以那個女兵 我在那個叢林 荒郊野外 碰到 我還問他說 有沒有別的路 我在找目標 他這樣 我就知道他的意思 我就 我就 不理他 我來走 萬一後面埋伏的那個 教官 假想在後面 被逮個正常 不是被退訓 所以這個 他們受訓是很嚴格的 好 所以我的答覆是 美軍也許可以 因為我離開 美國很久 我沒有注意 我想他們應該有第一線的部隊 但是你說特種部隊 我就不知道了 我認為有一些 測驗 呃 國手那種 不在我討論範圍 我講的是一般性 各案我不談 好 那我們繼續來看 往下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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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ison Satisfied that there were no other surprises Charles peeled his hand on his hips and began rocking Hill to toe Welcome to Sierra Company 75th Infantry Airborne Rangers Now loosen up This is the first and last time I will tell you the rules of this company Should you violate, stretch, or disregard my rules Your ass will be on plan to let gas outfit and harpets First Keep your mouth shut and your eyes open And remember what they taught you at the Mini Ranger course You might save your life until your team leader square your ass away 好 先到這邊我們就 這段完再往下 時間現在19分鐘應該來得及 好 No, sergeant 好,我們到這邊 好,我們看我們聯運的地方 Yelda Hands on Rosef On a plan On a plan On a plan Outfit In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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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yes open Save your Sekaila Gur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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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ay 好,這樣 好,再往下聽 Exactly, no smoking dope School and local boards Writing letters to congressmen Or sending pictures of dead goose to girlfriends Third No fighting Fragging Fragging Or gassing legs RENFs Or local friendlies Fourth No stealing Or lying to fellow Rangers Fifth And last You're here to kill You can bet your sweet ass the bastards out there will do you in If given have a chance So you must kill them first No doubts No hesitation If for any reason Wild it be religious Lack of gods Or you're just not sure you can pull the trigger Quit now 好 那我把聯誼的地方再找一找 我就慢版唸一次 Kel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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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地方可以稍微點一下 Lack of 好 我慢慢唸一下 First 這五唸二次還沒唸過 First Keep your mouth shut And your eyes open And remember What they taught you At the minute range of course It might save your life Until your team leader Squares your ass away Second No smoking dope Screwing local broads Writing letters to congressmen Wr sending pictures of dead gooks To girlfriends Third No fighting Fragging Or gassing Lags 這邊Lags 大寫了有沒有 就是一般的步兵 單位 地面部隊單位 它大寫了 前面這個是小寫 Aleg 這個小寫 表示它是指沒有收過散訊的 這邊這個大寫 可能就是我們講的 Low energy grants 這樣子 這個是 Rail echelon motherfuckers 是 後方僅持的這些貨色 叫 REMF 這個應該可以查得到 我們來查查看 我們還是回到群里先看一下 找R REMF 在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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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不只是美國 英國 加拿大的陸軍都用 Rail echelon 後方陣列 的 motherfuckers 罵人的話 R E MF This is a term used negatively to describe a soldier who is safely Far from the front line 很安全的 在距離前線很遠 不會被炮火 波及 Such as 例如 a paper pusher 這是辦公的 support personnel 多半是指勤務資源部隊 勤務資源的這些參謀人員 或是 經理士 補給士這些 or aid to earth general 或是說 高階的 將官的 侍從官 隨員之類的 這些不會第一線炮火 這些都叫 REMF 它是一個 帶有 貶義的 一種講法 那我們另外還有一個 鱗語 我們也可以來看一下 我好像看到有一個 gook gook應該是指北越的越共 叫gook 我們剛剛有看到grounds 其實是步兵 有沒有 army or marine infantryman 那 美軍陸戰隊是一個軍種 裡面也有分陸海空 有海軍的 陸戰隊裡面還有分兵科 還有步兵 炮兵什麼裝甲 所以也有陸戰隊的步兵 就我手指是這樣 因為我不是陸戰隊了 但是我 是美軍 我在華府的時候是以 陸軍特種部隊 空降特種部隊的身份 通過 美國海軍 不是 美國陸戰隊 的司令部 在Pentagon 審核通過可以 我是唯一一個 是陸軍 特種部隊 代表台灣去參加他們的 演習 一個很大的 那個戰力火力展示演習的 所以我 我在 美國Pentagon 是 也經過陸戰隊認證的 這樣 認證的 我那個有paperwork 認證通過的 好 他可以是arming 或是marine infantryman infantryman 就是步兵 referring the sounds made by men carrying heavy gear 就是拖得很重的裝備 在那邊走 一邊走一邊幹掉 那種聲音 好 This turn has become more acceptable over time and today most if not all infantryman are proud to be grounds 我就講步兵 叫grounds 因為特別苦 特別累 那以我們旗上來講 陸關正58級 78年班 有 500多一點的 畢業生 而 步科就有270幾個 我印象中 因為我是步科 就佔了一半以上 都跑到步兵去了 因為步兵不太有人敢選 那太累了 但你如果在美國你說你是 Airborne Infantry 那這是特種部隊啊 空降步兵啊 那個基本上是特種部隊 人家對你是非常尊敬的 對 As opposed to other Moses in the military also known as ground pounders 你可以叫步兵 一定要ground powders although grounds grounds is not an acronym ground不是 acronym acronym acronym是指組合字 投資語 common back back acronyms include ground replacement unit not trend or ground replacement 這個我們跳過去 先看googs 好 googs在這邊 a derogatory 是有貶義的詞 turn for an Asian enemy soldier 亞洲地區的敵的士兵都叫googs he was extensively doing the Vietnam war from the Korean gook 好像說 韓戰的時候 那個 那個goog 是people 所以到了越戰的時候 北越 的士兵就變成叫goog 這樣子 所以這是他的領域 軍中有很多的領域 美軍裡面有很多領域 好我們繼續往下 好 no smoking dope 那個dope是marijuana 是大麻 就不准吸大麻 別的就更不用講 這種部隊你 你只要一違規 他就能踢出去了 screwing local brugs 那個screwing 其實就是去玩啦 去搞啦 這樣子 那個北越 或是越南 當地的 那個brugs 是婦女 民女 不見得有結婚啦 那個girls也算啦 但這個很難禁啦 老美那個 反正喝醉酒 三杯黃燈下毒 他就忘了自己叫什麼了 所以 所以你只要在 吧台裡面碰到很多 不同的 軍人在那個吧台裡面 你最好眼睛照著要 照著要放亮一點 被人喝醉酒了 就 就會鬧事 Writing letters to congressmen 有人很喜歡 一寫信 反正美國是很民主 一寫信寫給 議員 寫給 參議院 眾議院裡面的議員 他就上報啦 所以這個也是 嚴格禁止 因為這個叫月籍報告 除非是內部不能解決 你才能夠寫信 到參議院 眾議院去陳情 說第一線部隊發生什麼事了 這樣 Or sending pictures of dead gooks to girlfriends 或是呢 有敵人那個屍體 北越軍的屍體 你把照相照起來 寄回去給女朋友炫耀 這些都是發生過的 所以才會變成禁令 Sir, no fighting, flagging or gassing legs 這個LEG其實就是 是一般部隊啦 非空降部隊 因為有時候那個營區附近 可能還是會碰到別的部隊的人 混雜在一起 那我以前就看到一個 很好笑 也不能講好笑的新聞 我那時候還在空降部隊的時候 看到那個 因為那時候的新聞 媒體比較沒有那麼發達 所以報紙登出來 那都很小 但是我們內部都會知道 因為那個會被 內部會變成一個通報 變成案例懸導 就是收駕的時候 有一個我們特種部隊 好像是我們旅裡面的一個兵 跟海陸的另外一個兵 在兩個人好像喝醉酒要收駕 好像是鋼鐵還怎麼樣 反正 其實就在火車上面 一起要收駕 然後呢 然後呢 好像坐過頭了 火車已經到站之後 他們沒有下車 可能是宿醉還是怎麼樣 沒下車 等到火車開動了 在月台再開動了 他們才發現過站了 然後就急著要往下跳 兩個人呢 就稀里呼嚕在火車加速離站的時候 就跳出來了 結果變成海陸的死掉了 當場在月台上摔死 結果呢 我們那個空降部隊的那個 那個兵 那個 那個 那個腦袋瓜是不是有問題 不知道怎麼會這樣跳 他沒事 那人家事後調他就覺得奇怪 說是不是謀殺 你是不是跟他約好 過站跳 然後你把他故意推 推到 讓他變得很嚴重 那個兵說不是啊 我們各跳各的 而且我先跳出來 他後跳我也不可能推他 後來 經過那個什麼監視錄影器怎麼看 確實是他講的 後來才發現 我們空降部隊的因為 受過 散訊 那個降落散 降落都會滾翻 所以他滾翻了 沒事 緩衝掉了 那個海陸的沒受過散訊 跳出來當然摔死 是這樣子 當然是不好笑啦 我是講說 事後我們內部船是這樣子 所以 封勸同學過戰就過戰 不要 你不要去做危險動作 剛剛我講的那個是錯誤示範 我只是講說 同一個營區有時候會碰到不同部隊 這樣子 好 再看 他講說 我還沒講完 Fighting 不要打架 Fragging Gassing 這兩個 我的解釋是說 那個Fragmentation是 是手榴彈 有一種屬於 它爆裂型又碎片殺傷那種 殺傷手榴彈 那個叫Fragmentation Gassing Gassing是裡面有 催淚瓦斯之類的 喔 那叫gas 那我們來看看 我講的對不對 我講的不見得對阿 那是我自己的解釋 當他變成洞時 你這樣用這種手段去對付 一般部隊的兵 不行這樣做 那我們看看他 我們可不可以在鯉魚裡面找到 先看看Frag Frag沒有 有些鯉魚還不在 字典還查不到了 還沒收入 看看有沒有Gassing Gas 好也沒有 所以那兩個就按照我的解釋為準 這樣 好繼續 再來看 Or Local Friendly Fragment包含海空軍跟有軍單位 有軍單位包含海軍空軍 反正不是你自己軍種裡面的 都可以叫Fragment 或者是 Allies 好就是盟軍也可以 第四個 No stealing Lying No stealing L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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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agment Fragment You are here to kill You can bet your sweet ass The ambassadors Out there Will do you in If given half a chance So,You must kill them first 好 那這個 No doubts No hesitation if for any reason, whether it be religious, lack of gods, or you're just not sure you can pull the trigger, quite now 好,这个其实内容我就不解释了啦 那个我之前解释过了 我们现在单纯就讲发音 同学如果真的还是有问题我们再来解释 因为36分钟时间不多 我就把它用漫版先念一遍 好,从welcome这边 这边念过了好像 好,从first这边 first, keep your mouth shut and your eyes open and remember what they taught you at the minute ranger course it might save your life until your team leader squares your ass away second, no smoking dope, screwing local broads writing letters to congressmen or sending pictures of dead gooks to girlfriends have a chance, so you must kill them first no doubts, no hesitation if for any reason, whether it be religious, lack of gods, or you're just not sure you can pull the trigger, quit now 好,这边也有很多口语啊 很口语很口语的地方 比如说you can beg your sweet ass damn bastards 就是那些ambester为什么跑出寿司 那不合文法啦,那是口语 那些混蛋 那些畜生就是北越 他只要有一点点机会他绝对会要你的命 不会让你,不会流活口的 这样子 好,我就用正常版再念一遍 我们就准备收尾38分钟了 我从welcome这边开始 welcome to sierra company, 75th infantry airborne rangers now loosen up this is the first and last time I will tell you the rules of this company should you violate, stretch, or disregard my rules your ass will be on the plan to elect gas outfit and heartbeats first, keep your mouth shut and your eyes open and remember what they taught you at the minute range of course it might save your life until your team leader squares your ass away second, no smoking dope screwing local broads writing letters to congressmen or sending pictures of dead gooks to girlfriends third, no fighting, fragging, or gassing legs, or ENFs, or local friendlies fourth, no stealing or lying to fellow rangers fifth, and last, you are here to kill you can bet, you sweet ass the bastards out there will do you in if given half a chance so you must kill them first no doubts, no hesitation if for any reason, whether it be religious lack of guts or you are just not sure you can pull the trigger quit now 好,我们先到quit now这边,时间39分钟 呃,整个前面念的就是 那个child,那个三成长 把所有简单的第五条规定 这五条规定你不要犯 你只要犯 你就是送走 判军法 该判军法判军法 不判军法 没有严重到判军法 我就给你送到 丢到一般部队去 你前面的讯就白瘦了 哇,你的愿望 从小立志加入特种部队 变成天使 的愿望就破灭了 所以大家很遵守的原因是因为 他不想前面前空进去 大家就蛮自爱的 这样子 哦,那我们的怎么会跑去跟 陆战队的 海军陆战队的 那做过头 喝醉酒做过头 跳月台 还跳死 那个真的是以前的兵 一天到晚出事情 他不是作战训练出事 他是作战 没有作战 训练也出事 不训练也出事 一天到晚在出事 所以你是部队长 你就伤老金了 你每天就准备接电话 接不完 今天谁又干嘛 谁又干嘛 那四十分钟到了 原则上是一堂课到了 我们作为记号到 到quit now 下次从这一页的 Charles paused for effect 继续往下 这样子 好 那我们就 再浏览一下 看看同学有没有别的问题 我们弄完那个人就是这个 你收了那个烂咖 就是这个 好 这是我下午做的解释 我看看同学有没有别的问题 哦 目前没有 哦 目前没有 好 那我们今天就 很功德圆满 哦 我也秀给大家看我这一件 当初Super Lieutenant的一件 另外一件在这边 我可以秀给大家看 稍微比较没有那么超 所以你看颜色不一样 有没有发现 哦 这件是最原始超的那一件 哦 这样子 那为什么我叫Super Lieutenant 当然我也不是自己白叫啦 我以后会慢慢跟同学讲 这个名号怎么来的 但是老美授讯是不会跟你开玩笑的 哦 我 我记得我最惨的一堂课 倒还不是野外 有一堂课是 Hand to hand combat 那个如果以我们来讲叫格斗 就是手 徒手作战 徒手的作战 那个作战 那个作战其实是combat战斗啦 他是战技战斗阶层啦 不到作战 结果呢 跟我分到同一组的是一个 200公分体重 体重可能是我的两倍的 哼 这一个人 排里面另外一个人 因为要对练嘛 结果呢 哦 那个真的是你找叶汶来也没用 我大概打了胡说八道就不用跳钢丝了 每一个 每一个动作 只要是他一出手 我就是飞出去 最少5公尺 哦 这样子 我还记得 哦 那是因为年轻啦 分到不同量级的 硬是把那堂课抄完 你也不敢装 蹈不抄 哦 弄到最后我回去睡了一天 我还以为我死掉了 全身 摊在床上不能动躺了一天 哦 不能动 哦 那个叫hand to hand combat 这样子 哦 现在想到那堂课我自己都还心有余悸 就是说 你千万不要跟不同量级的格斗 哈哈 因为 你踢到他没动你自己斗断 他踢你一踢你就不用跳钢丝就可以演卧虎长龙了 就到处飞了这样子 哦 那个还是在练习场就是他地上有一层沙还铺了那个 木屑 让你有点点缓冲 哦 好上了一个上午的课我睡了一天 哦 这样子 整个礼拜六放假 我们那时候唯一的福利是 老美是周休二日 每一周都周休二日 就是六日都休的这样子 哦 所以 礼拜六就躺在 哦 自己的那个寝室里面昏倒一天 这样子 那个叫 hand to hand combat 这是完整的 但是他也不是跟我有仇啦 他在要踢我的时候还 因为有人下口令嘛 要做那个动作嘛 格斗的动作 他还跟我讲说抱歉我不是故意的 哦 我也不能不踢你 不踢你我 我会被抓到 哦 嘿 踢我之前先跟我讲一下 哦 那真的被打了胡说八道 那个叫 hand to hand combat 哦 这样子 印象非常深刻 好 那我们今天就刚好四十五分钟 感谢同学晚安 哦 今天的 诶 我们到底我们做空拔空拔 还没到 好 先等一下 哦 对 空拔空拔忘记了 好 看一下我们到 Liquid讲完了 我们讲glide 反正只有两个音 这个glide是 两个母音 呃 子音里面最奇怪的音 它是可以被另外一个子音拼的 哦 我记得我讲过这个 乌的音 比如说我之前有讲过 etwas 那个twa twa 会拼过去 哦 这样子 或是between 哦 它twin 会拼过去 这样子 哇 哇 哇 好 看一下这人怎么念 哇 哇 你可以用 乌 那个乌 来代替 哦 就是 以那个为一个方向 代替 看一下 wish wish a while 哦 这样子 这个 耶 耶 哦 是有点像 耶 这样 耶的音 这样子 呀 呀 哦 看这人怎么念 耶 耶 哦 叫 耶 Yel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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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i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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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样子 那我认为还有个音就是前面那个liquid这个音也很恐怖 他也可以被指引来评比如说tree 你不会念tree或者是你随便讲的话比如说我上次讲过那个比如说brite br br brite 或者是 呃 cr c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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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另外一个指引来再拼他 跟这个乌有点像 哦 他他他他比如说 呃 我想想看有没有前面可以接可以拼他的除了那个etroise之外 比如说 swim 我们那个游泳那个swim他有没有swim这样子他可以被另外一个指引来拼 或者是说 哦 t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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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双胞胎里面的那个tree 这样子 所以这个同学稍微注意一下 那我们基本上所有的 空八空空 我刚才是不是都讲了 我看 我这个还没讲到 诶这个好像讲过了 我这个还没讲过 哦 他的分类方法不一样 他有不同的 他有从方法 我们刚刚是用方法来分 他有用位置来分 那分类方法不一样 他有用有声无声来分 有声指音 无声指音这样子 那这个我们后面再看一遍 很快的看过一遍好了 今天大概50分钟把它结束 我们后面继续讲的时候 我们再来 哦 再把这些都玩一遍 让同学熟悉这一套软体 以后就可以自己做练习了 但我的结论还是 诉求还是不要太拘腻在这上面 重点是要把那个句子念到人家听得懂 就可以 你太拘腻在这上面 变得每个音都念对 结果拼起来都不对 那个不是我们的诉求 我一向是讲求实用 而不是探讨理论 刚好跟国内的英语教学反过来 国内的英语教学是一直在理论上面打转 实用没办法用 甚至很多教发音的老师自己英文念的胡说八道 都有很多啦 这样子 好 那我们就今天讲到这个地方 感谢同学晚安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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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